这块石头的话是朋友1.5万所购买下来 我们先别看肉 我们就先看皮壳 大家先看皮壳猜一猜 这个石头它的种水怎么样 还有它的肉质会怎么样 皮壳这部分的话就让你们去分析了 我们就主要去分析 它里面的肉到底怎么样 这一个石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 我不知道敲下来的这一半是好的那一部分 还是差的那一部分 那这个我们就先不去考虑它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块石头 它的种水到底怎么样 我们先放点水看一下 先不打灯 我们就这样去看一下它的肉质 像这种来看的话 肉质确实通过视频来看的话 发现它肉质是有发黑的 对吗 有发黑的 而且刚收到它石头的时候 我也感觉这个石头相当来看 应该还不错 但是真正拿上手了以后好好去看的时候 才发现它这个石头其实问题很多 而且还是很致命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 就是我前面所问的 你们注意看一下 它里面的这些棉 而且这个棉的话是会进到里面去的 整个石头都有 你不管是从这个切口切面 还有从这个面 或者是从这个面 几乎看进去 它那个棉都是进到里面去的 那这个石头的话 最严重的一个点就是 它的棉是整个石头都有 而不是单单的说 这里有一点那里有一点 而是整个石头都有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这个石头其实总不老 它只能属于是那种新城口 而且它的种是非常非常润的 只是它的石头水分比较好 打灯下去给人的感觉 那个水穿透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也有那种让你感觉 哇这个是不是种水非常漂亮 其实不是的 它种漂亮的石头打灯的效果 和水好的石头打灯的效果 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这个石头打灯下来 明显就是那种水好 水长总略差 而且里面棉又多的那种石头 这种石头一旦拿来做货的话 它就没有像我们说的那种 什么荧光杆啊 胶杆啊 没有它会显得木木的 这种光杆 很木木的 而且里面的棉会非常非常显 你就感觉像一块玻璃里面 突然之间跑出一堆豆腐渣 或者什么样的东西 会让你抓狂大那种感觉 这种棉挖挖不完 去去不完 臂臂不完 像这样的石头啊 其实做工的时候就会很头大 它宁可有一些地方好一点 如果它有一些地方是干净一点的 或者棉没这么多的 可能还利用它的水分 纯净度来做一点不错的东西 如果它里面的纯净度达不到这么高 而且棉有多的话 那做出来的东西就会非常非常差 而且起货会感觉像我们说的 就会无限的放大 不知道你们理不理解无限放大 从原始来看 可能这个棉你会感觉还可以接受啊 水这么好 那一点点棉没事啊 当你把成品做好以后 它那个棉会无限的放大 会放大到你难以接受的那种感觉 就是像这样的石头 光这样去说 可能大家没办法去看 理解 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灯光下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灯光下来看 它那个水分给人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起码像打灯下来的话 它那个水啊 还是有那种水分 而且给人的感觉 哇 这个水头还不错 你特别像这种人来看 是吧 给人的感觉水分还不错 但是就是它的棉 让你会抓狂的 它这些棉不是表面的一点 不是说皮没去干净的在表皮 而是整个石头都有棉进去 从这样来看 就看得非常清楚 它的棉到里面去的 因为有棉的灯光 它打出来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的水不得不说 真的非常好 如果它的种是非常非常老 那像这样的棉 也许可能通过它的荧光感 还有通过后期的处理 加上一些调水 加工的处理 也许可能会把一些棉 去淡化掉 但是这一块石头 哭泣 它这个棉就会非常非常多 那坐下来的话 感觉就会很差 先把皮壳去掉 然后再顺着它的大力来切 切开了以后 然后再来整理 看有必有稍微好一点的 干净一点的 棉相对少一点的地方 来加工 像有一些棉太多了 估计就不考虑去加工了 或者还是等朋友 让朋友去确定吧 好 这块石头也就是这个样了 主要说到的就是一个 总不够的 水都好的 里面有棉的 它的毛病会无限放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们接下来就去安排 把皮革去掉 这块石头的外皮已经磨掉了 我们而且还顺着中间的一条大力把它一分为二了 说实在话 这块石头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差很多 我前面有分析 只是说到它的水非常好 而且有说到它的那个棉非常非常重 也说到总不够 水好棉多的石头起货的效果也不好 对吧 这个还是建立在它可能能起货的前提之下 怕出现的问题 现在我们皮也磨完了 也从中间切开了 切开以后 我再观察从它的切口 还有从它表皮磨开了以后来看 这个石头说的难听点 现在能不能做货 还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它不光是棉多的问题 而且它的肉还粗 你想一下它整个石头 除了水长一点 棉多总不够 颗粒还粗 那这样的石头水这么好 那它抛光完以后 它完全就显现出来了 它会把毛病无限无限的放大 那这个石头做出来的成品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它会是个什么样的 我们先打一点水 看一下它那个效果 这个石头虽然是一个断口 粗布管 但是它的石头还是分成两种模式的 一边是变种 一边又稍微好一点 像这半边的几乎是变种 这半边又稍微好一点 但下半部分又是变种 它好了只是一部分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切开以后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它这个是有水路的部分 这半边是变种的 你们可以从这种就可以看得出来 像这种过来 这一半边就是变种 它水路可能就是这一坨 但是这一坨 你们从这种地方来看 你们就可以看得到 它里面的那种棉 就跟豆腐渣一样 而且它那种密度 就是说我们说的紧凑度 压得不够实 它是有点蓬松的 它的肉就是有点松松的那种感觉 它不够紧实 虽然打灯下去 它那个水非常好 但是它里面的肿不够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棉这么多 还有它那个肉质这么粗 这一坨的话 几乎就上面这一点点 其他几乎就没用了 大家也可以看得见 对吧 这一坨全部变种 就这么一点 那这么一点 你想一下这么大的棉 它里面还有用吗 几乎也是没用的 这个石头 剩下的这一些 会不会有机会 能做一点东西呢 其实到这种程度了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 这个石头还有 必有做货的价值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不建议去做 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想 这个还可以做啊 做珠子切出来打珠子 打平安扣 打什么什么都可以 这种要看是什么人去理解 还有什么人去操作 这样的东西 像一些不懂的 或者是一些本身 它就是做这样 没价值的 或者它压根就不管 价值高与否的那种情况下 它肯定认为 什么样的石头都能做 哪怕做珠子做什么都是有钱 都有东西在 那我作为一个玉雕师 让我首先考虑到的就是 这一块材料做出来的价值大不大 有没有必要花钱去做 花了钱去做出来的东西在市场上 它又能卖多少钱 去衡量这一块材料 能不能做 值不值得去做 像这样的一个石头 这样的一块材料 你切出来做一件沙水 我就说拿我们的工费 打个对折给你 也要七八百块钱 那你想一下七八百块钱 做这样的一块牌子 然后刷上抛光 你在市场上能不能卖过签呢 其实很难 如果在不打折的情况下 这样的材料就几乎不用做了 肯定也会有人说 那我去压珠子行不行呢 去打珠子行不行呢 你们看一下像这种近距离 你去看一下 它这种石头里面的那种棉 这种棉都已经浸得这么厉害了 它断口在这里 它是不影响到上面里面的肉的 要岔是下面这里 那这上面就几乎是它的肉的位置了 那这一头棉 你想一下它会少吗 它会浅吗 这一头棉它是贯穿进去的 因为它整个石头就是这个样 你从这样来看 就可以看得出它上面的那种棉 是比较严重的 那其他地方它又能好到哪里呢 是吧 那我们来关灯看一下它的水 水是非常好 打出来而且有底色 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给你感觉整块石头 哇 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起码都是冰上的石头了 打灯是一个样 切开是一个样 它是有区别的 你打灯在任何情况下 打灯它石头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对不对呢 自然光去看的话 它的石头差别就不一样了 而且像这种就可以看得到棉 这些也不用我去过多的解释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灯光只能让你去看清楚它的裂 我打灯下来看 我这里看到有一条裂 像这种来看它的那个水啊 或者怎么样 我们只能是通过灯光去看一些其他东西 看一些裂啊 看一些里面有没有那种棉啊 或者什么样的 棉这么大 你们感觉还有没有价值 还值不值得去做 不打灯的时候 石头就是这个样 打了灯的时候就是这个样 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效果 所以往往很多朋友都是 石头一打灯一看 哇这个水头这么好 这个你看打灯还有底色 淡淡的绿色 哇这个石头起码切出来都是冰或者高冰啊 能做牌子 能做珠子 还能做平安扣 什么乱七八糟都能做 而且随便做几个就能卖钱 不是这样想的 我们看石头还是要得去像这样去 灯光下去看 像这种 最好是在太阳光下 没有太阳光 你也找个灯泡像这种去看 你就可以判断得出来 这个石头到底好还是不好 棉多不多 种水怎么样 灯光只能让你看看裂 看看脏 去判断一下怎么裂 怎么走 脏怎么走 最重要还是凭肉眼去看 这个石头到底好还是不好 你们说是吧 好 那这期的石头我们就做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见